当地时间21日下午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白宫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 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泽连斯基首次离开乌克兰境内 寻求国际盟友在军事和经济上的进一步援助 美国总统拜登在共同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再次宣布 将向乌克兰提供包含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在内的 约18亿美元额外军事援助 并表示美国国际开发署当天已经承诺 向乌克兰提供超过3.74亿美元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当天结束与拜登的会晤后 泽连斯基还将前往美国国会进行演讲